好 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个观念 在佛教里面有一个辟语 这是因为我们的因果业力的关系 也因为我们讲到我们的六根 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生意 所发出的接触到外界的世界 你所看到的 你所听到的 因为业力的关系 那么你所接触到的 透过眼耳鼻舌生六根 那么你得到的那一个世界 那就是你的世界 你眼睛看到什么 你耳朵听到什么 然后你的舌头 你的鼻子 你的身体触摸到的 当下的那一个印象 那个感觉 那一种情绪 苦 是痛苦的 是快乐的 还是是没有感觉的 你什么都可能 对不对 我们看到我们喜欢的 我们首先感受到就是好开心 那如果你看到你不喜欢的人 你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怎么这么倒霉 又看到了 真是冤家路宅 等等的你会有这些想法 那可是同样的这一个 外界的同样的这个东西 可能有的人对某一种食物是 我们常常会看到买东西 他就会说 这一个物质里面 这个里面的成分有肤质 那么有肤质过敏的人 就不可以吃 有的人对牛奶有过敏 有的人对寒冷的食物 是不可以尽的 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 这一个疫爆生 然后我们的业力 我们所累积出来的身体的状态 那我们对外界的我们的接收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世界 那比如说那如果你这个意 所意跟所接触到的万事万物 你你的念头所感受到的 那一个喜爱执着 或者是称心 或者是贪心 这样子所接触的那一个物件 或者是你所听闻到的佛法 等等的物质的精神的 透过一根所接触到的那一个世界呢 那个所引发出来的印象 情绪 或者是说 比如说有智慧的人 他听闻到金刚波瑞波罗密多经 听闻到金刚经 听闻到华严经 或者听闻到大念处经 或者什么样的 或者是清净道论解脱道论等等的 这些大经大论 有智慧的人 他的意跟他的念头 就起了欢喜心 但是如果对佛法完全没有接触的 第一个他可能同样听闻到 佛意一音演说法 同样听闻到这些内容 他可能并没有感觉 那有的人甚至会起了称慧心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力 佛教所讲的 因为业力那所见就有所不同 所以在佛经里面就有这样 因为业力因果所感召 因此他所体会到的内容 所体会到所见就不一样 那有这样的一个一水四见 就是说天人看到水 他觉得那是琉璃 天人看的话是琉璃一般 但是恶鬼来看同样的水 他所见的同样一个水 但是他感觉那个是农血 那水对鱼虾 就是鱼类的 在水里面的这一些生物们 有生命的鱼虾 荣等等的或者小小的植物 或者水里面的植物 这对他来讲 那个水就是天堂 就是天堂 但是以人来看的话 那就是水 所以各有不同的业力 因此水就是众生守共建 无论海洋江河溪流 在人类看来他就是水 但在天人所见的水是流离 如恶鬼所见就是农血 对于虾来说他是家居天堂 为什么人类所见的是水 天人所见却是流离 恶鬼所见是农血 鱼虾又成了家居天堂 这就是众生各自夜感不同 刚刚我讲夜感不同 所以在果报上 变了许多的差异 就如同每个人 在人生的道路上 各种的人生的祈福 那人生的味道 我们人对人一生所遭遇的 那一个味道 可以说是 酸甜苦辣 酸甜苦辣的各种滋味 每一个人都将自己品尝 自己才知道 所以每个人对酸甜苦辣的各种的爱好 喜欢吃酸的人觉得酸的滋味 奇美无比 不敢吃酸的人难以入口 臭豆腐榴莲 喜欢吃的人 他就是人间美味 那么不喜欢的人就难以下咽 甚至做藕都有可能 羊肉星山 喜欢的人觉得那是美味佳肴 那不习惯的人 可以说是眼鼻作呕 人的大便 自觉者 认为臭不可闻 而在狗类 众生 狗类的众生 他由于夜报的关系 他把这个视为真羞美味 所以每一个众生 他的业力不同 所见不同 就各有各自的感受 那这个就是佛教特别讲说 这个就是一种因果夜报 所产生的一个所见所闻不同 也是因为六根所见的世界 就产生自己各自的一个世界 的业力 和老师的一种因果 和老师的一种因果 而当你来到一种因果 是两种因果 如果我们来到一种因果